今天1605华星直接拉到涨停板 还有没有第二个华星 那华星因为公布第一季的财报很好 比一年前大增 谁是第二个华星 是星星电子吗 还是今天的这个星堂 有星自备的部分像金星 今天股价也表现不错 华星到底会不会锁涨停 华星要卖吗 有赚钱的要跑一趟吗 都是大家心中的疑问 我们请问资深专家胡玉堂老师 玉堂好 回路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玉堂现在又快要开股东会了 所以很多的大老板大股东 都要跟股东们会面 不知道说哪些的公司会有股东会行情 也是大家想象的空间 第一个有华星的人今天要获利放口袋吗 还是说这个华星继续会涨 可是现在买不到 还有没有华星的这个概念股票 可以来观察一下呢 第一个我先回答 手上有华星的目前涨停板的话 我相信是不用去买它 因为涨停板的股票 意志又这么好 那我们都会期待它有续创高的一个机会 只是说真的波段涨幅很高 那我觉得真的你手上章数比较多的 或许明天有开高 你可以先做部分的获利减码 这是没有问题 当然我觉得从华星的身上也告诉我们 不锈钢金属原物料这一块 业绩获利真的是非常好 而且市场的认同度就非常的高 所以能够复制华星模式的 最近我观察到 投信买很积极的也是做这个 特殊钢材的5009的龙钢 你发现龙钢这十个交易日 投信买了一万多张 那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它的三月营收成长超过五成 那最大的因素来自于 乌克兰的特殊钢的大厂 DSS的停厂 所以很多欧洲的大厂 开始就是有点转单的效应 就去询问龙钢 因为龙钢做这种特殊钢材 算是比较否一些 航钛的产品 或者是一些石化太阳能 一些这种特殊型使用的 甚至在医疗用的一个部分 所以它的毛利率相对不错 因为龙钢的毛利率 已经高达30%了 所以短线上我觉得 以龙钢来看 刚好这几天做一个回测整理 顺着法人的一个买超之下 我觉得有机会跟着 这个刚刚谈到华星的模式 去复制这样的一个大厂 那同样也做特殊钢的另外一家 我觉得业绩也非常好的 就是1584的金刚 金刚的Q1的营收 3.32亿元 是比去年同期大增了86% 那因为它所做的 也是这种 比较是这种 具有技术门槛的 在航太用的那种特殊钢材 那我们都知道 解封开放已经是 全球已经朝这个方向走了 所以航太相关的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 长龙航华航 为什么业绩这么好 不管是空运 甚至未来的客运开放 国际都是如此 所以这些特殊钢材在未来飞机的维修 他们的资本支出的增加 的订单率 使用率 之前公司都表示 已经看到下半年 而且特殊钢材的报价 不断的走升之下 他们的毛利率 也是足迹的电高 像金刚的部分 从去年比较惨淡之际 那时候毛利率就有个位数 但是来到去年第四季 已经成长了四倍 来到15% 如果以今年来看 这个不锈钢铁啊 乌啊 甚至是这种把金相关的 这种特殊钢材贵金属的 价格不断的走高之下 他们的毛利率 在今年来讲 没有意外的话 也会逐渐的电高 所以刚刚聊到了 这个华星波段 这一个礼拜可以涨的 将近快50%的话 这些营收获利不错的 金属原物料的钢材公司 我觉得在业绩面 在配合股价上来看 应该有机会 跟着华星的脚步 往上去做电高 好 华星是电线电缆嘛 那5009熔钢 有做不锈钢的部分 盘中往上 来到今天新高价位了 所以其实乌俄大战 打了55天了 那因为乌克兰 俄罗斯都是大宗物资 或者金属材料的供应链 会不会未来的爆价 有机会持稳的电高 现在1584金刚有往上 金刚是钢铁股吗 还是金刚有特殊的题材 盘中有在电高 问一下玉堂 刚刚钢铁人有在发动 可是航运股2637的惠阳 现在会不会遇到 神轨骑航了 等于说今天盘中 的确有些热门的股票 惠阳已经有34000张的量 比昨天一天的量来的多 所以盘中航海王跟钢铁人 会不会有上演大惊奇呢 应该这么讲 在市场目前成交量 不是这么放大之际 因为大概2000多亿量 这种追高的市场上的多头气氛 不是这么足 惠阳你看他的技术面 刚刚好就接近三月份 那个高点103 差不多要接近了 所以这一波 你在前一两周 有上车的投资人 见到前高之际 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 获利减码的一个卖压 想要下车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倒觉得是说 先以短线上 技术面上的一个 涨多休息试制 因为毕竟你看 我们刚刚聊到原物料的部分 不仅金属原物料 甚至我们最近观察 黄小玉的部分也在走高 所以散装的部分 他们的一个运价 甚至未来市场的需求 尤其中国大陆的解封开放之下 这一块又有把运价 往上推升的利多 再加上最近观察到 像惠阳投信外资 原则上过去这一周 都是持续性的加码 甚至我们把散装航运 普遍来看 像是5608的市维行 外资的连续买超 2606的域名 投信是连试买 每天都是1000多张的买 所以散装航运看起来 它是蛮具备所谓法人 持续琢磨的这种 买进的一个力道